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年各大卫视的跨年嘉宾阵容都受到观众们格外关注 东方卫视和湖南卫视的阵容更是吸足了观众的眼球 有网友曝光了一份东方卫视跨年晚会的嘉宾名单 首当其冲的就是肖战 作为青年演员和歌手 现如今的肖战无论走到哪里都有无数的粉丝支持 算得上是实力顶流 2019年和2020年肖战都是在番茄台参加了压轴表演 而2022年估计也不例外 目前还没有公布肖战会在演唱会上唱什么歌曲 可粉丝已经等不及了 有的人已经开始蹲跨年晚会的门票 只为去见肖战一眼 作为一名实力与流量艰巨的明星 肖战的人气是毋庸置疑的 迪丽热巴和洋洋也在邀请名单中间 2021年两个人合作演绎了一部名为 《你是我的荣耀》的电视剧 电视剧里两个人饰演的是一对情侣 小甜剧加上俊男靓女的组合 一上线就引发了大量网友的观剧潮 该剧的热度也是居高不下 这次跨年晚会两个人的再度合作 也会再度掀起了CP粉的狂欢 东方卫视不愧是掌握了流量密码 随便一个拿出来就是顶配 都能够让观众尖叫 洋洋的颜值加上迪丽热巴的美貌 绝对是眼粉的天堂 除此之外 2021年有作品播出的 任嘉伦也被邀请参加了 《周生如故》里的她饰演的周生辰 让很多人眼泪哗哗地流 堪称是今年的大虐剧 不过后来的一生一世又舔了回来 从前的那些眼泪真的没有白流 任嘉伦在2021年的跨年晚会上 也是在东方卫视参加的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 饰演崔时宜的白鹿并不在邀请名单上 要是两个人一起现身的话 那么跨年晚会就又能看到一对荧幕情侣合体了 不过距离跨年还有两个月 白鹿最后能否来东方卫视还不一定呢 除了演员之外 演唱会最重要的就是歌手了 这次演唱会的歌手含量也是满满的 首先就是之前参加追光和披荆斩棘的那些哥哥 他们都在邀请名单里 谭剑次 陈小春 陈志鹏 两党综艺的哥哥 齐出动 究竟谁的唱功才能经得起考验呢 时代少年团也在邀请名单里 作为这两年兴起的少年偶像团 时代少年团是借着TF Boys的良好口碑 才拥有了这么多的死忠粉 不过这几个孩子都很优秀 现如今也到了他们可以独挑大梁的时候了 也让我们看看没有了TF Boys光环的他们 究竟是不是真的优秀 让我们期待他们的表演吧 除此之外 Rice也在邀请名单之中 早在六月份 经历了不少波折的Rice宣布了解散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 解散之后 他们还有团宗在拍 依旧是用着Rice这个名头合作 不过不出意外的话 跨年晚会应该是他们最后一次在合体了 随着选秀时代的落幕 属于选秀的时代也终将远去 其中还有一些大家熟悉的面口 像是朱正廷 李文汉 杨云晴 他们都是初代选秀的艺人 还能坚挺到现在 已经是实属不易 很多和他们同一届的选秀艺人 已经再难寻踪迹了 在这次的跨年晚会上 他们说不定也会带着自己的优秀作品出现在大家的视野之中 转眼距离 跨年演唱会只剩下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这只是一个初步名单 接下来还会有一些艺人参加 不知道还有哪些优秀的艺人会参加呢 小编一定会留意这方面的消息 第一时间给大家反馈 不过最后还是要跟网友们说句 吃瓜不信瓜 最终名单还是以最后官宣为主 近日 肖战状告黑粉案开庭 最新告黑的庭审现场画面也曝光 因为肖战巨大的知名度 观看庭审的观众突破了百万 一百多万网友在线观看庭审 足以直观看出影响力和粉丝粘性了 因为娱乐圈机操 试看社交媒体发动态 前几小时的转赞评情况 可到肖战这里绝对假码了 告黑的庭审现场直播 都能达一百多万人在线观看 转言之 转赞评尚有水分 可这实打实的直播观看 做不了假吧 还有不得不提 硬气的肖战黑粉上了法庭 就完全暴露了原形 从庭审现场的对话上来看 肖战的黑粉一直不承认 账号是自己所使用的 而且使用的手机和账号 都是自己母亲的 但法官问他 你用你母亲的手机 要做什么的时候 居然答不上来 而且黑子从开始到结束 一直不承认是自己 在用账号登录 还一直哭哭啼啼个不停 真是让人啼笑皆非 真是黑别人的时候有多爽 如今就有多惨吧 但谁都清楚 就是做了错事 不想承认 怕影响自己以后的前途罢了 所以说 做事还是要考虑后果的 正义永远不会缺席 难忘2020 漫天的恶意 所以真的不想眼睁睁 看着那些黑子横行 虽然肖战的顶流数据 愈发凸显 但坦坦想分享最近听到最破防的一句话 从来没有人为他精选 是的 观察这么多次下来 肖战没有所谓的资本和靠山 有的只是一颗热爱表演 热爱音乐的赤子之心 任何时候 其实只有数据能保命 小编一直坚定认为 在这个注意力经济的时代 靠山山倒 靠人人跑 唯有数据最真实 赤裸裸显示着我们 活人为数不多的偏爱 播放量 打分 投票 他的每条微博 商务 影视官宣博 销量 这些都是重要指标 这不仅是内余规则 也是通行全世界的规则 爱他 请别躺 还有 根据这两天的事情 我想说 其实不用嗓 我们的肖战不惨 作为他的粉丝 我们也不会替他卖惨 肖战本来就是一个温柔且强大的人 他是不会希望粉丝们到处替他卖惨的 去年那么难 他都没有表现出一点委屈 因为他觉得这些都不叫惨 只是生活而已 是成长成名路上必经之路 所以他坦然面对 一直以来更是能够沉下心 做好手头该做的事 相信肖战靠自己的努力和能力 未来的路会越来越好 网络平台也不能为所欲为 造谣 诽谤 重伤他人都应该受到惩罚 不管是普通人还是明星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希望肖战得到应有的尊重和爱护 2 赤鞭 参加 1 赤鞭 1 赤鞭 1 赤鞭 2 赤鞭 1 赤鞭 2 赤鞭 1 赤鞭 1 赤鞭 1 赤鞭 2 赤鞭 1 赤鞭